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三则重磅新闻 首先在线旅游市场迎来新一轮风云变坏 随着旅游市场的全面复苏 在线旅游服务商业绩亮眼 但抖音和美团利用自身优势 持续加码九旅业务 传统巨头 携程和同城面临新挑战 2024年第一季度 携程集团和同城旅行的业绩出现分化 携程集团营业收入为119.21亿元 同比增长29.43% 而同城旅行营业收入为38 66亿元同比增长499.5% 尽管携程集团通过规模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但在住宿预定与旅游度假市场 抖音和美团以站稳脚跟并持续加大投入 行业竞争格局或将发生变化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爱马科技的新闻 而股电动车一个爱马科技 即将迎来200亿巨量解禁 6月7日爱马科技公告称 公司6.28亿股首发限售股将于6月17日解禁 解禁股占最新总股本的比例为72.91% 按照6月7日32.6亿的收盘价计算 本次解禁股票对应的市值高达204亿元 历史经历来看 限售股巨量解禁意味着流通股增加 特股股价因此沉压 6月4日以来的6个交易日 爱马科技股价连续下跌 总市值缩水近40亿元 公司即增速骤涨甚至下滑 陷入增长瓶颈 未来如何从微高增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工商银行的高层地震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堂副行长 英维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先论男子站在台前 工行老将早年曾在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工作 担任消费信贷部总经理等职务 2016年11月 他被核准为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 并在该职位上任职7年多 此次调查引发广泛关注 工行内部的管理和风控问题 也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旅游市场在疫情后强劲复苏 在线旅游服务行业迎来业界亮眼的时刻 然而随着抖音和美团不断加码主旅业务 在线旅游市场的竞争格局也在悄然改变 携程和同程旅行作为行业龙头 尽管在交通票务市场占据稳固地位 但在住宿预定与旅游度假市场上 抖音和美团以站稳脚跟并持续加大投入 2024年第一季度 携程集团的营业收入为119 21亿元同比增长29.43% 而同程旅行的营业收入为38.66亿元 同比增长49.5% 虽然携程通过规模和品牌影响力巩固市场地位 但市场竞争依然激烈 而旅游市场复苏 政策支持下 国内出游人士和出进游市场都曾见快速增长趋势 马蜂窝、驴妈妈和途牛等新锐玩家 在细分市场的表现也各不相同 在线旅游市场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 网易爱马科技即将迎来巨量解禁 6.28亿股首发 限售股将于6月17日解禁 占最新总股本的72.91% 接近前爱马科技股价连续下跌 6月12日收盘报价为30 98亿总市值267亿元 公司近期业绩增速骤降 2023年营收210 占16亿元同比增长1.12% 规模净利润为18.8.81元增幅仅零 百分之成立于1999年 以电动两轮车为主营业务 曾因周杰伦代言而销量大涨 近年来公司陷入增长瓶颈 两轮车销量从2022年的 1050.65万辆降至2023年的1028 96万辆公司近期重金押注三轮车 计划在徐州和兰州投资 50亿元建设产业园 2024年一季度 爱马科技营收49.50亿元 同比下降8.97% 公司能否通过三轮车突围还需观察 网易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 英维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英维云是一位公行老将 早年在深圳市分行工作 后调入公营亚洲 回归总行后 曾任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 2016年11月 他被核准为北京市分行副行长 任职7年多 英维云是在天津接受调查 公行天津分行 元行元金分行 元行此前也被查并开除党籍 2024年以来 公行多位地方大员被查 包括福建省分行员行长于龙 黑龙江省分行员行长小新 总横投资银行部原副总经理安利燕 总横副行长张红利等人 这些案件揭示了公行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 包括违规出入市人会所 利用职权牟利 违规发放贷款和收受财务的 网易报道 江苏证监局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所涉经通灵 财务造假案开出超4000万的罚单 并暂停其证券服务业务6个月 此后大华所被质疑通过经产脱鞘方式 将部分客户和员工 转移至北京大华国际和深圳大华国际 两家事务所 尽管北京大华国际发布声明称其独立运营 与大华所无实际控制关系 但市场对大华所是否通过更换事务所名称 和地址规避处罚的质疑依然存在 北京大华国际随后更名为北京德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进一步撇清与大华所的关系 然而反锁行为是否合理合法 仍引发广泛讨论 律师建议加强对个人责任的落实 以防止类事发生 网易报道 吉林银行是凭中央西路之行 自驱银行部经理 张燕智因私自转走客户230万元存款 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受害者王秀花和刘正叶的存款 被商燕智利用起债银行的身份和便利条件 转入起个人账户 尽管一审法院不回了两人的起诉 但二审法院认定吉林银行未尽到保管义务 判决银行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 吉林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但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此案揭示了银行内部管理和监管的漏洞 银行员工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客户存款的行为 因引起重视 银行需加强内控和员工管理 避免类事件重演 网易报道中原海控股价6月11日突然上风跌停 市值一天内蒸发超250亿元 最后可能有三大原因 一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缓和 航运运费下降预期影响公司未然利润 二是短线投资者获利了结 踩踏式抛售引发跌停 三是市场风格变化 资金从高股息价值股转向成长股 尽管股价波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但中原海控需把握航运行业机遇 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为投资者带来更好回报 投资者则因树立价值投资理念 避免因短期市场波动而影响投资决策 证券市场周刊报道 截至5月底 金户深三大交易所已有180家IPO企业终止审核 以上年同期增加近8成 其增加近8成 其中三家在提交注册阶段停留了2年左右的IPO企业 最终选择撤回申请终止注册 全部来自创业版 在这台前全部来自创业版 这三家企业分盘生物 一桶密封和旌旗网路 被盘生物是一家题外诊断整体解决方案 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基因业收入和毛利在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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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间快速增长 主要得益于新冠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 公司预计2023年经营业绩将大幅下滑 一桶密封则是加提供流体密封产品的企业 其毛利率在报告期内持续下滑 尤其是碳环密封产品的毛利率 累计下滑超过13个百分点 而旌旗网络则面临应收账款高期的问题 其应收账款余额快速增加 导致净利润弹金量大幅下降 网易报道 华人首富李嘉诚近年来积极投资抗衰老领域 他向Chromadex投资了7、5亿元台币 并让该品牌在香港驱城市连锁上架 显示出对抗衰老产品的高度重视 抗衰老已经从富豪快乐药变成了大众都想要的产品 麦肯锡的调研显示 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 购买抗衰相关产品或服务非常重要 抗衰市场呈现出三大信号 颜值经济升温 抗衰群体距离大众化、年轻化 抗衰方式走向多元化 包括医美项目、护肤品和口服普际 顶级富豪热捧科技抗衰 细胞及抗衰成为高端抗衰的代表 Joyce P LUS推出了一系列细胞及抗衰产品 并提供个性定制化体验服务 成为抗衰市场的领行者 网易报告 苏农银行2023年的分红率 在俄股上市农商行中垫底 引发中小股东的不满 苏农银行美食股派发现金1.8元 分红总额为3 但现金分红率仅为18.64% 为近7年来最低 苏农银行的业绩增长放缓 盈利能力走弱 2023年营收增速不足1% 净利润增长16.04% 利息净收入的下滑 是营收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而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 未能被利息收入覆盖 导致盈利能力走弱 苏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连续5年下降 2023年末为11 显著低于农商行的平均水平 苏农银行商行的平均水平 苏农银行需要通过留存利润 和外补融资来补充资本 以应对资本充足率下降的问题 网易报道 6月12日达梦数据N达梦688692 SHI股市场首日开盘及暴涨256 49%开盘价310元按此计算 中1000可赚超11万元 股价报240.8元股 总市值183、183亿元 达梦数据是国内领先的 数据库产品开发服务商 被誉为国产数据库第一股 2023年公司营收约7.94亿元 同比增长15.45%、45.45.4 近期把股市场大肉签不断 科技板块表现强势 半导体、电子和计算机等板块活跃 国家大基金三期的成立进一步助推了科技行情 网易另一篇文章讲述了山东老板秦立刚的创业故事 10年前他从月薪800元的五金模具学徒 转型开设不锈钢吸管工厂 后来入驻跨境电商平台SGIN工厂年销达4000万 SGIN通过小单快返柔性供应链模式 当助了大量产业代加出海 2023年销售额达450亿美元 净利润超20亿美元 SGIN还推出500层产业代计划 三年内深入全国500层产业代 助力国内卖家出海SGIN不仅帮助消化过剩产能 还致力于打造更多行业品牌 推动中国制造业国际化 网易报道 电子代工行业在经历全球需求放缓和库存去化冲击后 2023年业绩开始复苏 代表公司如环续电子滑情技术和长银精密的业绩同比显著改善 2024年一季度 滑续电子收入同比增长3.8% 滑情技术扣非净利润增长43% 海银精密营业收入增长30.95% 增长30.95% 电子代工厂商通过海外布局压助新能源 汽车电子和数据中心等新赛道 分散下游大客户占比 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而智能硬件的快速发展 为电子代工厂商带来了新机遇和市场需求 网易 中国商报记者王一菲报道 随着中华龙洲赛成为巴黎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龙洲运动在国际赛事中的地位日益提升 端午假期期间 广东 湖南 浙江等地的龙洲比赛热闹非凡 吸引了大量游客 推动了龙洲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在广东东莞 最长龙洲月吸引了众多游客 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外国友人也积极参与龙洲运动 法兰克福和卢森堡等地举办了国际龙洲赛事 展现了龙洲运动的国际化趋势 国际批划庭联合会主席托马斯·科涅茨克表示 中华龙洲赛将成为巴黎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这是国际奥委会支持下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网易党股市场今日表现不佳 含指收跌1.3% 磕指收跌 尽管整体市场下跌 但一要鼓励是走强 但一要鼓励是走强 调明生物上涨超过14% 耀明康德上涨超过8% 新能源汽车板块则表现不佳 恒大汽车下跌超过20% 未来和小鹏汽车分别下跌超过8%和8%和8%和5% 消息面上 美国生物安全法案的一场过程粘体案 在纳入Andia立法过程中受阻 影响了市场情绪 网易SH-IN平台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 山东老板秦立刚在SH-IN平台上的销售额 从月销售额从月销售额4000万元 目标在2024年达到8000万元 商务部数据显示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已超过12万家 2024年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5776亿元 同比增长9 SXSIC-IN通过西游引力计划 在全国多个产业带进行造商和合作 帮助中小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 SAC-IN的柔性供应链模式帮助卖家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库存积压实现高效开发和灵活生产 跨境电商平台不仅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国际化 还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和品牌力 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